因为这个你的祖先如果往生到好的地方去 离苦得乐了 那么他也会让你的这个肩膀松下来 你如果有些疾病的 有些是这样子 有些的祖先的灵 他是守护在你身边的 他守护在你身边的 那么他们痛苦的时候 你也跟着痛苦 所以他们有病 你也会有病 他们不得吃穿 你也会很痛苦 什么事情都是比较逆境 如果他们能够超生了 解脱了 那所有的这个世间的人 他就能够一样的 一样的离苦得乐 所以苦的过去了 再来就是好的 那么不好的印就过去了 你好的印就来 所以要做超度的原因是在这里 好像是说你的祖先没有得到超度 当然阳世的人 他也不能够平安 也不能够平安 他到处都是逆境 那么如果你祖先已经超度了 已经都往生了 那么你的疾病就减少了 你身体就健康了 而且你的事业也有发展 家庭也比较和乐 不会老是有这个厌气在你的周围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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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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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